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好吧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主耶稣 纵使我们软弱 但因着宝贵使家 因着祢的爱 我们在这一切世上已经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了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过渡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保险为我而留 宝贵是加上 一支恩典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加的大难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赢不敬拜祢 宝贵是加上 一支恩典永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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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是加上一支恩典永留 圣洁永留 宝贵是加上一支恩典永留 宝贵是加上一支恩典永留 计刘在何时尚深 adept 并贵是加上一支恩兵 一滴宝血为我而流 宝贵是家乡 一只恩典拥有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庭大恩 是我生命 主耶稣我不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地锁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开心 宝贵是家的大恩 是我生命 主耶稣我不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地锁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开心 来走来祷告 宝贵是家庭 宝贵是家庭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地锁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开心 宝贵是家的旧恩 宝贵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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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啊 使得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站立 因着神释迦的救赎 因着你宝血的捷径 主啊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我们纵然软弱 我们都知道 因着神的能力 我们可以刚强 我们可以成为勇者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向撒旦来夸圣 向撒旦来炫耀 因为我们指的耶稣基督而夸口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 荣耀送赞归给你 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神 我们又在这里相见 欢迎你加入在祷告大军的行列 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思想一个主题 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勇者 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所谓的勇者 是因为他们在坚困的环境里头 胜过了一切的难处 以至于他们的人生可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但是事实上 在环境里头我们可以胜过艰困 那么我们可以再次的从灰烬的当中站起来 固然是美好的事 但是你知道 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头 并不是人怎么样看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个勇者 我们还需要过上帝那一关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环境里头胜过了 但是我们里面 里面的罪 里面的恶习 里面的情绪如果胜不过的话 其实在神那一关还是过不了 所以我们就思想到 一个真正的勇者需要这两方面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环境里头 我们能够胜过拦阻 第二个我们需要胜过肉体的软弱 今天我要特别讲 当我们面对我们叫做肉体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它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勇者 我们看见在保罗 保罗他在这两方面 无论是在环境里头 无论是在他生命里头的软弱 所谓肉体的软弱 感谢主他都胜过了 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了很多 讲到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哪一些事呢 就是我们死亡 罪恶等等 他说都已经胜过了 但是如果我们读了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就发现 保罗他不是一生下来 或者是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都没任何软弱的 我们发现他曾经也有软弱 好像是你 好像是我一样 但是他能够最后胜过他肉体的软弱 因为他掌握了那个秘诀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秘诀呢 第一个要承认我们个人肉体的软弱 保罗在他生命里头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 非常的苦啊 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来到神的面前说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律 这个律我觉得这是人 人世间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但是保罗他发现了一个叫做罪的律 他说什么呢 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 他说什么 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 他说他还有在二十一节 他说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他说他有这个律 他发现一个律 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 你看保罗在他人生的里头 他发现了一些我们过去所忽略的 就是他要为善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律跑出来了 好像你看 我在这里有一本书 这本小圣经很清 那么我拿在我的手上 好像他算不得什么 我要丢一丢抛一抛都可以 但是你看看 如果我要拿的这本书 拿一分钟是OK的 两分钟OK的 三分钟就有点累了 如果十分钟呢 就更不得了了 十分钟可能我的手会发抖了 如果二十分钟我就不行了 半个小时 在我来讲可能是不 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我要一直拿这本书 即使是他们这么轻 这么轻 要拿个半小时 到了半小时以后 可能这个好像是十公斤 好像一百公斤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律在那里 这什么律呢 叫万有引力的律 我要用我的肉身的力量 要一直抵挡这个律 我可能抵挡一分钟OK 两分钟OK 但是让我一直抵挡下去 这就是我就有问题了 保罗他有个发现 这个发现就是说 他说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我们愿意做好的时候 你看做好应该很有力量才对的 但是很奇怪 我们就是要做好的时候 反而另外有个力量来了 就要让我没办法做得到 那这个叫做罪的律 你看 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参孙有一个女的害了他 这个女的叫做大力拉 这个大力拉 在参孙的人生的当中 是他一个人生的转捩点 因为他碰到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几次的就是欺哄他 就是你告诉 你如果真爱我的话 你就要告诉我 你的力量的来源是在哪里 当然 参孙他 骗了他三次 到最后 这个女的在 在这个参孙的面前 就是天天的去残磨他 天天的去催逼他 以至于参孙他心里头 圣经里面说是叫烦闷的钥匙 他就真的就把他的 他认为是那个秘密的 就说出来 他说只要把我的头剔了以后呢 力量就会离开我 你看见 参孙这么一个 他用驴腮骨就可以杀死 非力士人一千人 这样子的勇士 居然败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么一点点的 这么一点点的重量算不得什么 这一点点的罪算不得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力量 我们生命里头 如果有这么一个大力拉 我们生命里头 很多的时候就会弱在 到最后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光景 我们知道 参孙他的人生 从勇士 从四师到最后 他沦为像畜生一样 他在墨房里头 像畜生一样在那边推墨 两眼被抛出来 这个人生怎么会落到这种光景呢 是因为他 容许让大力拉 存在他的生命当中 大力拉这个字 在原来的意思 有使衰微 是微弱 是微弱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允许让这个大力拉存在 我们这个人就会变得迟钝 我们就对神的旨意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越来越迟钝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退化 你我生命里面都有 可能都有大力拉 这个大力拉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我们 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习惯 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不合神心意的 生命的模式 思想的模式 可能刚开始只有一点点 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承认 在我的里头 原来也有个大力拉 我需要上帝 在我的生命里面 来帮助我 就进到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要认同 耶稣的赎罪记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头 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记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 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所以只要我们认同这件事情 虽然我生命里面有大力拉 虽然我生命里面有一些软弱 我承认了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 我要另外我要认同一件事情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我这个大力拉也在那里了 你我生命里面的恶习 与主同钉十字架 所以我们就不再怎么样 我们就不再欠罪 我们就不再是欠肉体的债 我想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 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看这个罪或者是这个肉体 他好像是一个债主 耶稣当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替我们付清了这个罪债 但是这个债主是一个无赖 他没事还会再回来敲我们的门 如果我们不承认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会跟着这个债主去了 我这个恶习 哎呀就是甩不掉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已经替你我付了这个 付不了的债 就是肉体的债 所以这个债主 这个大力拉再来 这个恶习再来 这种模式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 耶稣已经替我付了 我不再欠你的 你可以走得远远的 你滚得远远的 我们可以吩咐他 我们可以命令他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在他 欠他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个耶稣 他的赎罪记 就让我们从这个里头出来了 再来第三个 我们要靠着圣灵 至 至 叫做至死肉体 在第十三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 他说 你们若顺从肉体 活着必要死 你们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所以致死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在原来的意思 就是杀死的意思 杀死他 杀死是谁杀呢 不是由圣灵来杀 这段经文杀死 他的意思是说 是我们去杀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杀 我们是要靠着圣灵 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 但是主动的是我 我要起来说圣灵啊 你要帮助我 大力拉又回来了 这个债主又回来了 我现在我知道 我不再欠他什么 但是他是个无赖 怎么办呢 圣灵你帮助我 给我智慧 给我恩典给我信心 所以我把门一打开 你说滚开 你这个大力拉 我杀死你 所以要靠着圣灵 杀死那个肉体 要杀死人 所以致死身体的恶行 我们就必要活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早上 你不要等到这个债主来 最好的一件事情 每一天早上 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感谢神 如果你是今天早上 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感谢神 上帝今天就对你说了 不要怕生命里头的大力拉 圣灵他已经把这个全能给我们 我们也不再欠他什么 我们一早就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吩咐这个肉体的软弱离开我 生命中的软弱离开我 我们有权柄的 我可以勇敢的对他说 你滚得远远的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要祷告说 主啊 你要来显明我生命里面 常常会回来的 那个大力拉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让我的 跟你的关系是逐渐的退化 是金钱的诱惑吗 是某种恶习吗 是网路里头的生活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要承认 主啊我胜不过他 但是你来已经替我胜过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祐福自己über 儿子 这就是祖保祖宗 祖哟 来祷告 祖的里面 太长式 只有下一回 Оli 字 神的给 Hyalui 祢 祢 你要帮助我 神给我 bacteria 神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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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们的心 主要我们的生命蒙光照 主要是主在今天早上 主要求祢的圣灵主再次的来光照我们 主要是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主要是主来光照我们 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主要有任何的软弱 主要是主我们要 主要坦诚的来到祢面前 主要求祢自己来光照 主要我们也要去死祂 主要是主 主要是主 主要我们知道那仇敌二者主要 就是那说谎言之人的父 主要是主他透过各样子的方式 主要是主要透过各样子的谎言 主要是在引诱 主要是在牵动我们 主要是不断地在我们的旁边 主要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主要是在诱惑我们 主要是但是主我们要来到祢的面前 主要是求祢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主要是主在我们里面 主要是不管是主对这个世界上面的那种贪恋 主要是或者是在情欲上面的软弱 主要是或者是骄傲对于权势上面的那种欲望 主要是主我们今天都要降伏在祢的面前 主要求祢来光照 主要设得主我们也要制死祂 主要好使我们靠着十字架 主要再次被祢赎回 主要靠着主祢自己再次被站立 主谢谢祢赞美主 接着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就要宣告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 为我成就了赎罪祭 所以我不再欠肉体的债 所以告诉 经常让我们的心思受搅扰的 经常让我们情绪受影响的 甚至经常让我们跌倒的 我们说我不再欠你 而且我们拿出我们的主权 我们是有权柄的 滚开 离开我的生命 好不好 你今天早上起来 命令之间离开我的生命 离开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 哈利路呀 神经常让我们的心思受搅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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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我们的心思受搅扰的 来敬拜赞美你 因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欢喜快乐在当中 是的主耶稣 主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用圣灵充满我们 是的 我们要必须在你面前 承认我们的软弱 因为时常我们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不出来 行得出来由不得我 但是我们深知道 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成我们的赎罪祭 所以我们今天一早 我们就来跟撒旦仇敌来夸口 我们来炫耀 我们说神我们是你的 主啊 求你今天真的是 让我们在受撒旦魔鬼攻击的时候 主我们呼求你的名 主啊 你就来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帮助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站立的住 站立的稳 主啊 时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随从世界 我们只随从你 主 我们谢谢你 Amen 当我特别在今天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为什么 为教会内的这个做生意的 企业界里头 无论是他自己做老板 或者是他做主管 那我觉得在商场上面 充满了各种的诱惑 金钱是一种诱惑 然后背后还有各色各样子的 诱惑 包括情欲里头的诱惑 但是我们真的要起来 为教会里头这些 在企业界的 求主给他们刚强的灵 不但是不受诱惑 不受影响 相反 他们要向这个世界做见证 我们可以清清洁洁的 可以赚钱 而且归荣耀给神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为我们教会之内的 这个企业界的人 让他们胜过诱惑 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仰望主 祝我们uci世上的 祝我们学生 祝我们教会 被我们教会吃内的 世界的人 prove 他们的义父 今天有的 这个广告 主啊 这就是用传的伤心 让他们的广告 主啊 用于大力拉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存着 用于大力大力拉 主啊 这就是在为了 来一个的帮他们过 主啊 是的主 我们恳求祢 让我们尊主为大 主啊 帮助这一切切的人士 真的是看见耶稣的爱 看见天父的创造 看见圣灵的运行 是实实在在在世界上的 主啊 我们相信 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但我们更相信 在我们心中 有的圣灵 我们也可以跨越 这世界的困难 主啊 肯就让我们不要去 崇拜那一些金钱 崇拜那一些 在肉体上的私欲 主啊 我们真说在商场上 所有的职业人士 的确会面临到 非常多这样子的 诱惑与困难 主啊 肯就让我们可以 顺从那是圣灵 而不是世界的规则 我们真说 我们时常面对到 许多的规则 那是属世界的 要我们怎么去做 才可以得到世界的荣耀 主啊 我们恳求你说 主耶稣 请你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可以 在这一切事情上 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 我们真说 我们所赚的钱 也必须要使用 在神的国度当中 我们要看见 我们所求的是 神的国和神的义 主啊 肯就帮助所有的 企业人士 在这一切之上 可以看见耶稣 可以看见神 你在这世界 才是掌权做王的 我们不该去 随从这世界 撒淡的驴 主啊 肯就把我们 使我们回归 转向耶稣 去看见十字架 真实的救恩 才是永生的爱 主啊 这一切才可以 真的使人得到富足 并不是追求金钱 主啊 肯就让你 我们站立在这里 说所有商场上 所有基督徒的企业人 是要成为台湾的光 要成为台湾的盐 来帮助台湾更多归向耶稣 更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恳求你 所有掌权金钱的 可以回归到耶稣里面说 唯有耶稣 使我们得着 精神跟永生的盼望 我们盼望 我们的心当中 都可以回转归向耶稣 一切祷告 是奉考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再来唱 这个是奥贵是教的 祝你大人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呼呼敬拜你 好贵是家的旧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好贵是家的旧恩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呼呼敬拜你 好贵是家的旧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